这是大名鼎鼎的黑匣子 颜色实际是鲜艳的橘红色 它一旦被专家回收 就意味航班已经出事了 技术员首先拧开螺丝 去掉防火隔水层 取出里面的硬件 脱去外壳 最后剩下的芯片 将由专业的鉴定员 对数据进行最后的破解 而这个时候 领导找到了马修 由于他的上司失踪 只能让他来进行调查分析 马修和同事着手开始调查 他们一遍又一遍听着录音 飞机正要穿过阿尔卑斯山 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自然 直到一阵刺耳的杂音 伴随着地面塔台的呼叫 录音戛然而止 马修不断地调高声音分贝 同事都受不了摘下了耳机 他还在执着地寻找蛛丝马迹 终于让他捕捉到了一段声音 这就是飞机失事的原因 随即他将消息报告给了领导 他们很快便锁定了嫌疑人 一个飞机上的恐怖分子 领导很满意马修的表现 提拔他为首席调查员 就在准备写下结案报告的时候 一通电话推翻了马修所有思路 一个遇难者的家属 在飞机失事前 收到了妻子的电话留言 可是就是这通留言的时间 居然比黑匣子上的遇难时间 整整晚了三分钟 而出现这种情况的解释 说明黑匣子被人篡改过 马修立刻找到了领导 可是他却不以为然 认为这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而对于马修的上司失踪一事 他更不加以关系 只是催促着他早点写完结案报告 马修不甘心 毕竟是关三百多条人命 他一遍又一遍听着录音 果然这次有了新的收获 既然想起了紧急迫降 那就说明机内设备出了某些故障 而这才是真正的坠机原因 可是当下他必须先做一件事 就是推翻自己的结论 证明嫌疑犯没有闯入驾驶室 于是他来到了飞机残骸仓库 这里一比一还原了飞机的大小 座位 甚至嫌疑犯的位置 马修拜托同事找来了 失事飞机乘客的微博自拍 而马上 他透过照片上遗留的信息 还原整个案发现场 男人只是一闭眼 下一秒便出现在了飞机上 他并没有超能力 而是根据几张微博照片 加上空间想象力 就还原了飞机上的场景 而这么做的目的 是因为一趟航班突然失事 使得航空公司陷入一片混乱 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办公室弥漫着紧张的氛围 所有人都手忙脚乱的 欧盟对此成立调查小组 可是调查的上司却离其失踪 此时黑匣子成为了唯一线索 马修临危受命 需要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可是他刚刚模拟了 适事飞机的客舱情况 却发现此前被他们认定的犯罪嫌疑员 这怎么也到不了机舱 狭小的通道空间正在派餐 根本通过不了人 而录音里听到的紧急迫降 这就说明飞机的设备出现了问题 也是有人修改了黑匣子的证据 才会导致他陷入了误区 他怀疑上司的失踪和此事有关 于是偷偷潜入上司办公室 却在本子上发现一张便签 上面有着一个地址 还有一串字母 马修随着地址驱车来到郊外 房子里面却无人应答 无奈他只得翻墙 砸开窗户进入了屋内 在地下室里 发现一个黑匣子 还有一套读取设备 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线索了 就在马修出来的时候 发现了停在车库里的车 顿时灵光一现 车上有车在录像 他取出了内存卡 开始研究上司的活动轨迹 果然发现了问题 上司竟然选择深夜跟别人会面 那人正是为飞机提供自动驾驶的小帅 眼下这是唯一线索 马修开始调查起了小帅 结果却发现 同类型飞机过去半年时间内 出现了三次试控事件 马修找到了一位机长 机长却告诉他 自动驾驶系统不正常 时常会跟他们抢夺控制权 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而此时马修更加相信 飞机本身的安全系统存在问题 夜晚他向妻子求证 妻子却直接反对 马修趁着他睡着 偷偷打开了电脑 拷贝走了机密文件 很快便被公司的人发现了 妻子也被开除了 这使得双方关系迅速恶化 两人不欢而散后 马修开始了飞机的安全测试 可是结果一遍一遍地打脸 飞机并不存在安全隐患 就在所有线索都断了时候 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使得整件事发生了转折 这家公司负责飞机的网络安全 而公司CEO正是小帅 那名黑客也被暴曾入侵飞机系统未遂 出事那天恰巧他也在飞机上 眼见所有事情即将浮出水面 马修找到了记者想要公布这件事 可是手上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他找到了妻子极力想要说服他 货不单行公司也要将他开除 就在马修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个被修改过的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 机长正在驾驶飞机 突然仪表盘动了一下 原来是航线发生了改变 可奇怪的是 副机长并没有操控飞机 机长只得矫正航线 随即关闭了自动驾驶 可就是这个举动 不仅没有关闭系统 反而彻底失去了控制权 原来机舱里有个黑客 一直在敲击着代码 直接入侵了飞机系统 不料系统直接瘫痪 飞机一下子失去控制 悲剧也就此发生了 而就是这个不起眼的黑匣子 还原了高空坠机的真相 马修奉命调查空难真相 却意外发现这起案件 跟失踪的上司有关 就在他快要靠近真相的时候 航空公司把他开除了 有时候一个所谓正当的理由 可比真相来得重要得多 就在马修准备卷铺盖走人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文件被人修改过 他立刻重新读取音频 果然发现了失踪上司的流言 是一组坐标 马修立刻驱车前往那里 穿过了森林 停在了一个湖边 定位显示却在湖水中间 他没有犹豫 摇起小船滑向了中间 随即潜了下去 发现了上司留给他的东西 这才是黑匣子真正的芯片 回到地下室后 他便开始读取了芯片的内容 影片开头的真相 才得以被公知于众 就在马修准备收拾东西离开的时候 两个人黑衣人冲了进来 很明显他们的目的 就是马修手上的证据 就在黑衣人逐渐靠近的时候 他集中生智打开了平板的音效 地下室蓝牙音响立刻响了起来 黑衣人就这么被吸引走了 马修不敢过多停留 立马去车离开 可是黑衣人很快跟了上来 他开始加大油门 后面的车慢慢消失在了视线里 正当马修以为甩掉了跟踪车辆时 车子却突然切换自动驾驶 原来黑客入侵了他的系统 马修拼命地控制着方向盘 鲜血缓缓流出了耳朵 镜头一转 小帅这边召开的新品发布会 他在台上侃侃而谈的时候 台下这时却骚动了起来 是黑匣子的录音被发到了网上 原来关键时刻 马修将资料传给了妻子 妻子也替代了他的遗旨 还三百多条生命一个真相 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黑匣子 传递的却是失事航班最后的声音 承载着是数万米高空之上的真相 愿每趟航班上他都永远被闲置 愿东航牺牲的人能够得到安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